大哥 这是南昭来的密函 大哥 都等了整整一年了 不就是为了这个结果吗 你不要抱太大希望 因为触角是它的本体 但凡触角有一丝生命体征 我都能将它复原 可先前云南昭王交战的时候 它的触角已经脱落了 再加上现在受到如此重创 想要重塑生命的机会 维护其位 我也只能尽力而为 是我一手害了它 你先回去吧 你有消息 我会马上写信给你的 我想再看它一眼 就一眼 它的身体组织 已被分解为颗粒四散 用你们地球人的话来说 就是魂飞魄散 你根本看不到它 你走吧 你倒是打开看一看呀 我早该想到 会不会是这样的结果 怎么会这样啊 难道连他们也没有办法吗 是我 是我亲手曾曾的 我说不行 就是不行 我不管你们是谁 给本少爷听好了 没有我师父的命令 休想动讲堂一下 你住手 老奴 拜见堂将军 此番前来是皇上的旨意 南昭郡主 作为浅堂使 在宫中学习礼仪 会来这里习得记忆 无必要好好招待 有劳理公公 不过 蒋武堂有蒋武堂的规矩 自蒋武堂开课之日起 不论是郡主 还是皇子 均一世同仁 若想进我蒋武堂的话 就必须通过考核 可知 公公还是起回吧 是非我 自从圣上 越发重视江武堂 就有不少派系 暗中安插自己的人员进来 我们必须好好提防 严格把关 十三 你除了 做好江武堂的保密工作之外 更要保护好 那些外星移民的身份 切勿泄露 小心 有心之人皆以利用 另外 你去准备一些生活所需 随后与我 一起去一清村探望 是 师父 启禀殿下 我等潜伏多日 终于发现 蒋武堂都密室 时常出入城外的一个隐蔽小村 那里的村民似乎不寻常 好 一定是他们刻意保护的天魔 唐清风在父皇面前越发得势 既然他不能为本王所用 那留着便是后患 还不带人前去 将他们统统剿灭 可是 蒋武堂都密室 拥有先进的武器装备 他们严防部署 若硬闯 我等定占不了胜防 不硬闯 让他们自相残杀 站住 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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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唐将军之命前来发放物资 顺便看看你们还有何需要 快叫大家来啊 唐将军派人来发放物资了 快来 好好好 快来快来 快快快 什么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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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唐将军有令 格杀勿论 负负堂 讲武堂办事 讲武堂 你们有配 走走走 师父 说 托儿有一事不明啊 你说 就算那些异性人是善类 我们可以放过他们 可是 又为何 给他们安排一时住行 好吃好喝照顾啊 有必要吗 你懂什么 他们人生地不熟 出去只会被当成怪物 你若到他们的地盘 自然也希望 能有个人帮助到 你说的是 是真的吗 当然还有一点 知己知彼 才能百战不但 我们若想除掉那些 恶实力天魔 就必须熟知他们的一切 我就说嘛 师父这么老奸巨虎 昨日的毛 肯定是有其他原因的 师父 咱们走吧 师父 一行村出事了 走 师父 师父 专制天魔的毒 十三 你在这查看 看还有没有新的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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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什么人 为何假扮我蒋舞堂学院模样 说 用点请留步 敢问姑娘事 用点请留步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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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三人中箭 有无力回天 其余的人伤势不重 应该没什么大碍了 此时再且不要声张 你立马回去调查 是何人走漏的消息 好 我这就去 启禀殿下 原本我们已经顺利 毒杀那件天魔 启离突然杀出 一个蒙灭女子 她身形鬼魅 剑法奇特 我的 都不是她的对手 废物 殿下 是唐清风及时赶到 任务失败 我等自行劳断 慢 死有何用 你等速速离开长安 不能让唐清风 查出此事是本王所为 待日后本王会 给你们机会将功补过的 谢下不杀之恩 唐清风 唐清风一日得势 太子就一日难除啊 大哥 十三少爷查出 外星村的刺客身份 其中有一人 是我蒋武堂的人 现在下路不明 那尸体呢 可发现其他什么线索吗 没有 没有 但凡进我姜武堂者 都有详细的记录档案 此人是唯一线索 务必彻查 是 月儿 你怎么来了 我是来找大哥回家的 一年了 大哥有嫁不归 娘尤尾担心 还特地熬了汤 让月儿送来 现在天色已晚 你一个姑娘家的不安全 尽早回去吧 其实 月儿来 还有一件事要告知大哥 我与太子的婚期已定 皇上受诞时 便会正式宣告 我反对 我不准你和太子晚婚 先前是爹的出事 不得不延误 现在殿下 已立为储居 万事皆宜 大哥为何要这样 爹还没回来 此事不宜 操之过急 为什么 大哥 你总得给我一个反对的理由吧 请愿 你是我的妹妹 我比任何人 都不希望你嫁错人 什么嫁错人 总之 这件事 我会亲自禀明圣上 取消婚姻 天色不早 我叫人送你回去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 热烈欢迎! 末将 奉皇上之命特来迎接郡主入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走啦 走吧 阿姨快走吧 阿姨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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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怠慢 这就是你们大唐的代课之道吗 本郡主教阿布查查 太好了 没死就好 太好了 你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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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胡说八老什么 本郡主一直好疼 你傻笑什么 是不是为我打傻了 大难刁民 见了本郡主还不下跪 郡主周车老顿 别说话 不动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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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飘流不停 只期待梦 可疑的天空消风 不动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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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轻地融化掉 寒冬 回到三年 唐清风 简直胆大妄为 如此冒犯 若郡主怪罪下来 看他怎么解释 你个神经病 被我打了还这么高兴 看到你 我就开心 你胡说八老什么 你给我出去 好 好 出发 我愿意永远都为你守候 这事与你的温柔 成为你随时 想要靠岸的灯口 我想要永远握着你的手 这事与我的温柔 幸福一定会 他回来啦 大哥 谁回来了 回来了 回来了 我就知道 他一定会回来的 他回来了 知道啦 从进门开始 你都已经念到几百遍了 女人呢 是这个世上 最神奇的物种 女人的心思 你最好不要去猜 昔日你怎么对她 今日 她会十倍奉还 我劝你 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不管 这一次 我一定要得到阿姑的原谅 我错过一次 这一次 我绝不会轻易放弃 多说无意 好自为之吧 大宝 沐浴更衣 本将军要进宫一趟 好嘞 宣南昭郡主 我进见 南昭郡主 阿布茶茶 拜见皇上 皇上圣安 来者便是客 郡主不必多礼 阿布带极乐姐姐 献皇上赏识 册封其为 新人南昭王 为表感谢 特意带来几份礼物 希望皇上能够喜欢 慢着 郡主 郡主怎么得知 朕喜欢跳绳呢 天下人都知道 但是皇上 朕跟绳子 跟普通绳子可不一样 这是极乐姐姐 特意拿金丝线编织而成 郡主所送的礼物 朕甚是喜欢 皇上莫及 还有一样 皇上 这可是纯手工制作的 麻将牌 麻将是一种休闲游戏 既能开发智力 又能休闲娱乐 还能使皇上 劳逸结合 等您得空 我就来为您讲解规则 郡主所送的东西 朕都喜欢 以后南昭跟大唐 定能和平相处 郡主你如此费心 我大唐也不能失了礼 朕今日承诺 定为你找一个 称心如意的驸马 驸马是什么 好吃吗 赶紧钱 多谢皇上恩典 有意思 这南昭郡主 还真是不简单呢 一来便讨得父皇的欢心 若是本王 能得到南昭的支持 就可以立押太子一筹了 齐王殿下 别来无恙了 你 你 你是谁 被敌王子要如鼓励 王子的头衔已是过去 现在我已弃暗投名 成为大唐的一名国师 那 那你来收本王干什么 自然是来投靠殿下 祝殿下取得皇位 夺得天下 那你去看 祝殿下 祝殿下 臭唐星风 坏唐星风 讨厌死唐星风 怪什么唐星风 明明就是你自己笨 不小心 差点暴露身份 怎么能赖我呢 明明是赖极乐呀 我都已经可以肉身重组了 为什么还要把我捏成唐星叶的模样 你们二人生死一回 金银早就融合在一起了 能救婚就不错了 还挑三见四的 凭什么你就可以又是猫又是人 我就连选择自己要么的机会都没有 你有没有搞错 我变成仍然付出惨痛代价的 朵苗大人辛苦了 这么长时间了 有没有习惯了 你就别问了 能不能严肃点 我们这次来的主要任务 就是签订和平条约 保障地球有外形生命的和平和互利互惠 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啊 万一身份白露 我看你怎么收场 我阿布茶茶这次回来 就是要找唐清风的晦气 惹他不高兴 我就高兴 我高兴了 和平条约才能顺利进行 我以前就是瞎了眼 才会喜欢唐清风那个王八蛋 宁人 这是太可怕了 有客求见 轻运奉皇后娘娘之命 特意来给郡主送些糕点 轻运姑娘 有礼了 太香了 真的有那么像吗 郡主恕罪 名女失礼了 实在是郡主的模样 像结了名女同父异母的妹妹 本郡主刚进城的时候 遇到一个冒失鬼 叫什么唐清风 他也把我认错了 你们两个什么关系啊 唐将军是名女的大哥 看清楚了 我可不认识你们 记住 本郡主教阿布查 查 一向骁勇善战的大王子 甘愿放弃王位 屈尊做一名国师 我有幸得到信仰的召唤 才恍然大悟 王位 权力 不过都是黄粮一梦 虚无缥缈之物 别跑 站住 站住 快 快 杀人 快 天儿童 快 站住 站住 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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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有令 拿下人头者 众主有赏 我身为北敌王子 王位被夺 大军溃败 未有一丝了之 但即便是死 也不会死在你们的手里 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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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切友情之灵 皆如车轮回旋 周而复时 无有不必 我等受其感召 清静安乐于此 现胸中杂念一处 只求一处归手 天子何在 我们的救世主就在这里 出发 长安 不知国师口中的救世主 可是我大唐的真龙天子 他是谁啊 我就知道 我才是未来的东宫之主 李一直不过是我的垫脚石而已 此番我远道而来 便是为寻找那天子人选 还希望七王殿下有所作为 莫要辜负我的七王才是 有国师相助 本王信心倍增 不知国师 现下有何妙计啊 内外兼修 方能一展龙徒 此乃通天神塔 能占一方龙器 定万年江山 以此作为贺寿大礼 齐王殿下必定会得堂皇欢心 此外 若是齐王殿下能获得南昭郡主的放心 便在无顾及 此次将武堂公开授课 便是殿下的绝好时机 国师果然思虑周全 本王这就着手去办 有了国师相助 班斗礼仪 必定水斗渠成 殿下为何是烦恼 没什么 只是见了个人 觉得似曾僵尸罢了 太父有何谏言 听闻大殿之上 皇上对南昭郡主甚是欢喜 正准备亲自为她挑选驸马 可十日之后便是父皇受诞 届时他会向天下宣布我跟清运的婚事 并无冲突啊 殿下贵为储君 将来更是异国之君 唐清运和郡主都是殿下值得争取的人选 殿下如果有南昭王做靠山 那更是多了一份胜算了 眼下齐王那边一定也在打着郡主的主意 殿下若不争取 那便是给他人有机可乘了 老夫已经禀告圣上 让殿下入奖武堂筵席 正好借此机会可以接近郡主啊 启禀殿下 唐府清运姑娘在外求见 徐恩 是 老臣告退 殿儿参见殿下 殿儿奉母后之命去看望南昭郡主 可聊了些什么 殿儿哪敢多聊 今日见到郡主本人 殿儿着实吓了一跳 因为他与清夜着实有几分相似 除了他的眉心多了一处印记 本王也觉得有几分相似之处 不过 芸儿仔细打量 郡主与清夜还是有些不同 以前的清夜 知书达理 温婉贤熟 后来大病一场 说话时常语无伦次 连最基本的礼数都不懂 但是郡主 虽雕蛮任性 却礼数周到 聪明伶俐 这一点 倒与清夜不同 不准致和尽